今天是西南花带子炒鸡柳 买了很大粒的袋子,所以我不要浪费 分开两半,如果不是很厚的就不用 如果你看它很厚,就切开两半 划算一点 这样分开 切好袋子,然后加少许盐 因为本身没有什么味道 最重要的是,带子再滑一点 加少许蛋白 然后再加一根豆粉 腌一下 带子炒起来就很滑 腌一下就可以了 5-10分钟就可以了 好了,那些西南花我们要处理一下 那怎么处理呢 那我们就要预备一锅水 烧热一锅水 加些薑 加些油 加些盐 加少许糖 那我们就将西南花放下去 出一出水 因为带子很容易熟 所以我们都将西南花出一出水 那你这样用些盐油水出过去 西南花炒完之后都会很脆绿色的 好了,那我们西南花出完水之后 刚才不是有些带子的 那我们用些蛋白、豆粉 混合了去 还有少许盐 那我们就放进去 出一出水 这个就不要太久了 出一出水就可以了 因为这样出一出水,带子就不会一路炒 一路就流出水 这样就会滑很多的 那我们放进去 一会就可以捞起它了 那些饭都熟了 OK,那可以捞起它了 好,那下油 下2粒蒜头 烧热一锅 那我们就放些鸡肉下去 打一爆它 那我自己也是喜欢的 放些鸡肉 放些鸡肉 然後再澄清一会儿 不需要煮的 就…… 那这样,那就放下一会儿 放些鸡肉 分开鸡肉 會搅拌在鸡肉 就把鸡肉撒在鸡肉中 好,那把鸡肉放下 好,那把鸡肉放下鸡肉 好,那现在这样去拿鸡肉 攪拌均勻 因為剛才生牙花還未熟 所以放少許水 蓋蓋蓋 焗一會兒 焗煮了約半小時 雞肉剛才煎過 煎熟 最後放帶子 因為帶子很少水 一起攪拌一下 加少許鹽 加少許糖 攪拌均勻後就炒好了 西蘭花雞柳炒帶子完成了 好的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